那这个模型呢必须隆重介绍一下 就是来自于阿里的万2.1或者叫万X2.1 这里边呢有一个改名的过程 它原来叫万X也就是万像 但是后边不知道什么原因更名成叫万 当然不管怎么样啊 这个模型呢是非常棒的 我们可以通过它官方的宣传影片上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这个模型的话呢 可以复现非常复杂的动作 而且呢遵循物理的定律 有非常好的美感 而且支持各种各样的类型的动画 并且呢支持中文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字 这个模型之所以这么火爆呢 其实呢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首先呢就是它在发布之初呢 阿里巴巴就宣称 这个呢将是视频生成模型的未来 那很多人呢就引发了一种讨论 也就是说开源模型到底能不能干得过B元模型 所以说呢在这种争论的加持下呢 人们对这个模型的期待度就变得更高 所以说呢当2月24号 这个模型正式发布的时候呢 人们就来关注Webunch的这个排行榜 那我们会发现 万2.1 2025年2月24号这一版 有人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课号呢 你要注意啊 下面还有一个万2.1 这个版本的模型呢是1月份发布的 那这个模型呢我们最早可以在通一万象上可以看到 而且呢我对这个模型做过一个完全的评测 大家会发现这个模型其实表现已经非常棒了 包括简单的动作 相对复杂的动作 比较复杂的镜头动画 以及这种变形动画 一个金光闪过来 然后这个女孩呢 有了一个金色的翅膀 我把它称之为变形动画 那么这个模型在这儿的表现呢已经非常棒了 但是当时这个模型呢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是因为当时谷歌的VoE2模型也非常的火爆 大家都在关注那个模型 所以说呢我觉得它有点这个投机取巧的意思啊 在2月24号呢又上了一半 那我们可以在VBunch的排行榜上可以看到 它目前排在第一位高于我们之前所有的这种模型 不管是开源的还是必源的 所以说呢人们已经开始相信开源模型 可能真的有可能干过我们所谓的必源 或者大厂的这种封闭性的模型 那另外呢这个模型在业界的关注度呢也是非常高的 首先呢是KJ大神就是我们说的K神 它在20小时之前 也就是这个模型呢刚一发出来 它就开始制作这个Confi UI的扩展 而且呢现在这个Confi UI的扩展呢已经能用了 待会呢我们会给大家安装并且做一个评测 那同时呢你会发现Confi UI的官方呢 也在特别早的时候已经上传了这个对应的模型 大概也是在16小时和15小时之前 那如果你现在去看Confi UI的官方的更新的日志的话呢 也会发现他们在不断的更新这个内容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这个第3175次提交里边 都在干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啊 都在这个 Sport for 1i2v 都是针对这个模型的一些升级 所以说呢你会发现 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模型 那这个模型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大概从过几个方面的去给大家展示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网友实测出来的效果 这个呢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复杂场景方面 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里边的话呢 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复杂的场景 在一个滑轮上面的话呢 有一个狗 狗上面有一猫 猫上面有一蓝的 篮子里边有蔬菜 那你会发现这是相对复杂的一个场景 能把这种方式非常好的表现出来 其实需要有两方面的能力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复杂场景的构建 第二个就是物理规律的遵循 就是你整个的表现出来呢 一定也要遵循整个物理定律的设计 你不能说这个篮子掉下来了 或者是一些不符合现实世界当中的情况产生 这个就不太合理了 当然这儿我还忽略了一点 就是狗的这个头上还戴着一个耳机 所以说非常复杂的一个场景 那这个呢 我们也叫复杂场景啊 其实呢 很多的模型都会拿这个方式来给大家去测 这种测试的话呢 其实还是在测试这个物理规律的呈现 其实很多人呢都去较真 比方说这个刀到底是先切再拉 还是先拉再切 哪个更合适 我觉得这个就没必要了啊 所以说通过这两个例子 你会发现 这个模型对于复杂场景的表现呢 也是非常棒的 另外呢就是关于交互的部分 也就是他不单单可以体现出一个人在干什么 动作再复杂 必须是一个人的 但是呢 他可以将两个人的这种交互的方式呢 体现的非常好 比方这两个人在骑车的 是吧 当然不知道是摩托车还是电动车 但是整个场景是非常棒的 另外就像这种啊 谈话的一个效果 交流的一个感觉 跟现实世界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说的美学呈现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现 极具美感 一个女孩在一个薰衣草的花丛里边 展现出来的那种东方女性的美 真正的让我们体验到人工智能的魅力所在 那这个呢 就是关于物理规律的 当一个女孩从这个湖里边露出头来的时候呢 水呢 需要从她的头发 头上 身体上不断的滑落下去 那需要将这个场景表现的非常真实 那就需要对物理规律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才可以 那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特写的镜头 是吧 一个小老鼠 然后跳过来 我觉得它应该属于美感的一个方面 那通过这样的一些实测 大家也会发现啊 这个模型真的出乎我们的意料 那它的真实效果怎么样呢 其实呢 我也做了一些基础的实力的测试 包括简单动作 相对复杂的动作 以及有一些失败的动作 这个我们都有一些测试 这个待会儿我会给大家详细去说 因为呢 我们这个视频重点还是介绍模型为主 那评测的内容呢 时间肯定是不够的 那我会在下一个视频里边详细给大家评测 那它在生成视频 包括文生视频 涂生视频 视频转视频方面的一个表现 那如果我们自己想去用这个模型的话呢 那目前呢 我们的方式只有一种 就是通过K神的这个扩展 叫Confi UI One Value Wapper 那这个扩展的话呢 目前呢 已经可用了 大家可以安装上它 然后通过一个Zampos Workflow 然后来跑一下 看一下整体效果 目前的工作流呢 有三种 第一种呢 就是图片到视频的 第二种呢 就是文本到视频的 也就是文字到视频的 第三种是视频到视频的 那今天呢 我重点来测一下图片到视频的 那它的安装呢 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安装过程 那首先呢 我们需要进到我们的Confi UI的根部录 然后进到我们的Custom Node里边 然后在地址栏里边敲 CMD 打开我们的命令行 复制一下Github的网址 然后使用Gitclone 将整个的仓库 给它克隆下来 然后我们进到这个扩展里边 去安装所有的依赖包 这个我们同样是使用 Python的Pyp命令进行安装 一般情况下 大部分包都是已经装好的 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启动我们的Confi UI 在整个启动过程当中 你发现没有出错 尤其是你当前安的这个包 没有出错 那就说明了 没有问题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会涉及到模型的下载 所有模型下载的都可以 从这个地址里边下载下来 大家打开这个地址 我们会发现目前的模型呢 比较多 其中呢有两大类 一类呢是14B的 一类呢是3B的 当然你看到这个大小和官方 给的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这个都是经过量化的 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大小 应该都比官方的小一半 那么大家呢可以把这些模型 给它下载下来 我们大概呢有这么几种啊 第一种呢是这个主模型类 不管是I2V的 也就是图片到视频的 还有T2V的 另外呢就是VE VE呢我们只要两个精度的 一个是BF16 一个是FP32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Clip编码器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Text Encoder 文本编码器 那么大家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呢 可以放在我们对应的文件夹下边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去放 所有的模型下载之后呢 都需要放在我们的Models目录下边 首先是Transformer也就是主模型的 我们需要放在Defaultion Model下边 这个呢我下载的是这三个 我没有下那个720P的 因为呢我的机的可能也跑不动 另外呢就是我们Clip的部分 注意啊这两个Clip呢 一个是IP32的 一个是IP16的 另外呢有一个写了一个VSO 当然我们可以猜想 它是不是具有这种视觉能力 但是最起码精度是不一样的 另外呢就是VE 还有一个Text Encoder 有点像T5的那个编码器 那么一旦按照这个模式去放好之后呢 你可以打开我们的Confi UI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工作流 那这个工作流呢 其实就是将我们Confi UI Customer Node 然后一个扩展里边的 实力工作流里边的第一个啊 就是I2V 而且是480P 你要注意 这儿的480呢指的是832乘以480 而720指的是1280乘以720 这个我们简单看一下 我这儿呢对于分辨率做了一个设定 用的是512乘以512 而且跑了37帧 那跑了多长时间呢 我看一下啊 964秒 你可以换算一下十几分钟 而且注意这儿只有10步采样 效果当然是很好的 所以说呢如果你在本地跑的话 的确是有压力的 我现在是4070TS16G 如果你要是12C的话 可能你用的时间会更长 所以说呢为了方便给大家演示呢 我现在在云端来给大家演示 它整个的效果 那我用到的平台呢是Running Hub 那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 来进到这个平台里边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创建你自己的工作流了 当然这个需要交付一定的费用 这儿呢我们也有一些粉丝的福利 我回头呢会发一个链接 如果你通过这个去注册的话呢 会给你1000点的算力 它这个算力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啊 叫RHB 就是RHB 是我们说的钱币的那个币啊 然后呢你可以搭建好工作流 把它导进来 然后也可以新建工作流 然后在这里边直接构建就可以 那我之前没有用线上的这种平台 给大家演示 第一个就是我本地的算力可能还够 就是不会跑的这么慢 第二个呢就是它线上平台的 这个更新频率是一个问题 尤其是我经常去讲这个最新的技术 如果这个平台更新不及时 那我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去讲 所以说我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 然后才能给大家去讲相关的这些东西 对吧 好那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去用 我点开这个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呢和线下看到的呢 是一模一样的 那下边呢我们就来说一下 这个节点呢是它官方自带的 其实如果你之前用过skyreel的话呢 应该也碰到过这个 那么我们呢其实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呢这有一个交换块的设置 是10 20也可以 然后三个核心的组件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是主模型 第二个编码器 第三个呢是我们的V 比如说编码器怎么会有两个 这个很多都是双编码器的啊 尤其是像大的这种模型 比方会员这个也是啊 这不是他用一个节点加载进来的 好下边呢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模型的选择 大家注意主模型呢 我们选择的是14B的 480P的 也就是它支持的分辨率呢 应该是832乘以480 然后精度呢可以选择BF16 然后这个量化呢选择FP8 Loud device我们选择Offload 就是用完之后呢 我们就放到内存当中啊 注意力模式呢 我选择的是Sage Attention 编码器这个就不用说了 只能选这一个 下面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我们说的Clip Text Encoder 这个呢其实也是有两种 大家看一下 一个呢是FP16的 一个呢是FP32的 大家可能的话 尽量的要选FP32的啊 然后这也选FP32 我们测试下来呢 FP32的整体效果 比FP16的要好很多 所以说大家尽量的这样选 其实他们俩的大小差不多 唯一只有一个 只能这样选 这个同样有BF16的和FP32的 这个我们可以选BF16的 然后大小你要注意 如果你要喜欢用 812乘以480 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要觉得太慢的话 那你可以采用配神的一个设置 就是512乘以512 是一个方的 由于是一个图生视频 所以说呢 我们这有一张图 这张图呢 是我在之前生成的一个汉服的美女 另外就是帧数 你要注意 帧数的话呢 规则是4n加1都可以 4的位数 然后加1啊 这个跟很多模型都是一样的 那会员是8n加1 对吧 就是8的位数 然后再加上1 那所以说81 当然就是4乘以20再加1 当然你可以用其他的 比方3765 这样的写法都是可以的 这用81 主要是为了 让他有足够的帧 来体现出来我们需要的这个动作 好 下边呢 我们就给大家实测一下 首先你要注意 他是支持中文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现在用中文跑的一个效果 这是我刚才生成的 你注意 他的时间呢 用了3分07秒 而我刚才在本地用了多长时间呢 用了十好几分钟 这个我就不够细算了 反正时间很长 大家会发现 我这中文叫美女转身 背景渐渐远走 我写错了 应该是背影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棒 转身 的确是背景远走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表现真的非常的强 对于动作的展现 这是对于中文的支持 好 下边呢 我们就从最简单的动作来测起 我们先看第一个 这我写了几个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女孩戴上了一个太阳镜 那下边呢 我们来生成一下 现在呢 开始生成那线上模型它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每次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 模型呢都会重新加载啊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排队机制 后边是一个 JPO的这种阵列或者叫云计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呢我们去申请算力 所以说它不能像你本地一样可以缓存 那你下一次在生成的时候呢 可能模型不用再加载啊 很多东西不用重新再做都在缓存里边 当然我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 你注意啊我现在在本地那个十几分钟啊 跑的是37帧 在云上呢我跑的是81帧 而本地那个用了十几分钟 而线上用了三分钟 你知道我在跑的时候有一种什么感觉吗 就那个便秘的感觉啊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了 所以说呢可能后边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工作流呢 会在云上给大家跑 当然它在本地跑呢是一样的 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那这个呢我们就跑完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棒 大家注意啊这个关键点 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啊 这个选择IP32的啊 不要选那个IP16的 选了IP16之后呢 可能指甲的这个部分 细节的这个部分会有一些问题啊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 然后呢我们测一个连续动作 就是更复杂的 这个提示词呢是女孩在走路 然后停下来 然后转身 所以说呢有三个动作啊 就是走路 然后停下来 转身 那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精准的表现 这三个动作 我们再跑一遍 好这个呢已经采阳完了 我们看一下女孩开始行走 然后转身 行走 停下 然后转身 这种水印啊 非常的棒 对吧 而且你注意人物的一致性 背景的一致性 整个的光感 动作的流畅性 都非常的棒 当然呢 在 图生视频里边 当然在图生视频里边呢 有一些 是不容易做到的 比方我们说的变形动画 那我们这儿再给大家测一个 比方说 我们改一下吧 现在这个提示词是什么呢 是说有一道闪电过来 现在是一个古风的嘛 我们就让它变成了一个时尚的女孩 就是现代的这样一个女孩 那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准确的表现这个 其实这个有点强人锁呢 是因为 很多的模型的话呢 在图生视频里边是很难表现这种东西的 即便我们测出来它的效果不好呢 其实也不能说明什么 我们在下一个视频里边会在文声视频里边 给大家全面的去评测 它在各个方面的一个表现能力 这个比我预想的要好 虽然它最后没变成一个时尚的女孩 但是这个变形的能力还是存在的 非常惊喜 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 它的一些图生视频的能力 由于本期视频呢 我们还是重点在介绍这个模型和它的安装 以及基本的使用 关于模型评测的部分呢 我们下一个视频呢 专门给大家去讲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大家呢可以赶紧尝试一下 好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